25.文化融合在火星这个新世界的定居过程中,来自地球上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,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融合之旅,这个过程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,更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融合,A.多元文化的集合火星基地,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。 25.来自世界各地的定居者带来了他们各自的语言、传统、习俗和生活方式,在这个新的环境中,他们共同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挑战,这促使他们学习相互理解和尊重。 25.文化交流活动为了促进文化融合,基地组织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。这些活动包括文化节气、传统艺术展示、音乐会和烹饪交流等。通过这些活动,定居者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,同时也了解和欣赏其他文化的美好。 25.共同的文化教育在火星基地的教育体系中,强调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。学校和教育中心提供了关于地球不同文化的课程,鼓励年轻一代在日常学习中,体验和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。这种教育方式,帮助孩子们树立了全球化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。 D.共同语言的形成,虽然定居者们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,但为了更好的沟通,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交流语言。这种语言是多种语言元素的融合,它不仅是沟通的工具,也成为了火星社区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象征。 D.新的生活方式在火星这个新环境中,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相互融合和影响。例如,饮食习惯逐渐融合,形成了包含多种风味的火星特色彩肴。节日和庆典活动也逐渐结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,成为全基地共同庆祝的大事件。 D.解决文化冲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,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摩擦和冲突。基地的管理机构为此设立了专门的调解机制,以妥善处理文化差异引发的问题。 通过公正和理解的态度,帮助定居者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点。 D.新文化的形成随着实践的推移,火星基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。 这种文化是地球上多种文化融合,适应新环境和共同发展的结果。 它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也体现在定居者们的思想和价值关注。 在火星这个新世界中,文化融合不仅是生存的需要,更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交流。 通过这种融合,火星基地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国际社区,展示着人类在新环境下,共同生活和发展的美好前景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